现在呢,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艺术品挣钱的一个话题 那么有人讲了,我玩了一辈子了,我始终没挣到什么大钱 那么目前呢,有这么几种情况 首先第一个呢,你没挣到钱,可能你是玩的普贴 你十块钱拿回来,卖十五,卖十二 你这个利润空间呢,是一定的 所以说你始终挣不到大钱 还有一部分人呢,专门的玩假货 你市场对你的东西不认可 你的东西呢,只进不出 因为你出不去 所以说你越玩越累,也挣不到钱 那么能挣大钱的这部分人是谁呢 首先第一个,是有一定的眼力 有一定的胆势 还要有一定的资金 只有这样的人呢,在遇到一件对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东西呢,价位又比较大 他有足够的信心和魄力和能力 来拿下这件东西 拿下之后呢,一定还要守得住这件东西 比如说,这件东西 我花十万块钱买的 它应该呢,值一百万 但是未来十年以后呢 可能会值五百万 那么,你要有足够的这个能力 来守住你手里边这个东西 古巴尔航有句话 十年不开张 开张吃十年 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你把眼力练好 努力的赚钱 碰到好东西的时候 要有一种魄力 然后呢 买到手 一定要守住这个东西 当它的价值达不到你期望的这个价格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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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